接下来呢 我们去实现一个选项卡的一个切换选中效果 我们希望我们在点击某一项的时候啊 当前这一项呢 发生一个高亮 同时呢 我们下面的内容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切换 那么我们现在下面内容还没有去写 所以我们先去把我们选项卡的一个选中高亮效果 我们先去给它实现一下 首先呢 我们选中我们的type组件 我们在这里 首先我们这是有一个循环的元素 我们在这里呢 去给它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就叫click tab就可以 然后去注册我们的这个实践 我们在我们的method里面 我们注册好我们的实践之后呢 我们需要怎么做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点击的是第几个元素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点击的元素 我们传给我们的实践 不仅要把我们的一个当前点击的第几个呢 包括我们当前点击的一个数据 我们都要通过click table 我们去拿到 然后我们输出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传入一个item 然后呢 一个index 我们去打个log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去点击后端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能拿到对应的一个后端开发 我们的name值 我们可以拿到 同时呢 会把我们的一个输出 当前的一个下标缩影我们拿到 我们点击一个前端开发 同时呢 我们的下标是2 然后我们的一个name值呢 是前端开发 这样就可以去拿到我们当前点击的一个内容 拿到我们的内容之后呢 我们需要让我们当前的这个元素发生一个高亮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class后面呢 我们去给它动态的去绑定一个类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个active的一个类 在什么时候去声明呢 我们这里去给它定义一个当前选中的一个下标缩影 我们叫activeindex 我们默认是0 然后我们需要去怎么用呢 我们在这里 active等于谁 等于我们的当前下标的时候 我们会给我们动态去添加一个active的类 那么我们这个类呢 我们就给它去添加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type of school item下面 我们去给它一个选中的样式 我们让我们的color 就是我们的mk that's color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呢我们一个高亮效果我们就去实现了 现在我们要去实现点击的时候 让我们当前点击的这一项去发生一个高亮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点击的时候 让我们的 这次的activeindex等于当前我们点击的一个下标 这样我们点击的下标呢 就会复制到我们当前点击的这个元素上面 动态的去给我们的元素呢 添加了一个active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选中高亮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职场生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点击选中切换 那么我们既然选中之后呢 我们肯定是需要我们的事件 在我们的index页面去接收一下 因为我们的table呢 要跟我们的内容去进行一个联动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事件 传递到我们index.vue的里面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还是在clicktable里面 我们去使用this.doll emit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事件名 这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事件 就是我们再去写this.doll emit的时候 我们调用页面的组件呢 就会接收到这个事件 我们叫table table的话我们去给它传一个对象 对象呢 我们给它传一个data data就是我们的item 就是当前我们点击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index index传给我们的对象里面 这就完成了一个我们事件的发送 那么我们怎么去接收呢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首页的table组件上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attable 等于一个type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注册一下我们的这个事件 我们在这里去写上我们的一个事件 事件呢 我们接收了一个data 然后接收一个index 这样呢 我们把这两个值我们去打印一下 看看对不对 我们先把这里的一个console啊 我们给它去掉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去点击第一项 这样的话就会把我们的一个内容啊 我们就成功的去打印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选项卡的一个选中效果 以及去发送我们的事件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方便我们接下来的处理 我们的页面